那么这节课主要讲一个比较就是经典的热力学的 就是这些餐量之间的关系 就叫状态方程 这个宏观餐量呢 是标志了一个热力学系统的状态 那么这些状态之间什么样的关系 就用状态方程来决定 那么状态方程要注意这一点 状态方程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成立 就是热力学平衡态 也就是说一个热力学系统达到热力学平衡的时候 才有状态方程 其状态餐量之间满足一定的寒入关系 这个关系就成为热力学系统的状态方程 那么简称是物态方程 那么这个状态方程怎么来的 从历史上来讲 实际上它是经验定律 那么这个两个经 一共有三个经验定律 实际上都说的一回事 第一个呢就是查理定律 我们已经介绍过 对吧 那么查理定律说什么呢 若保持气体体积不变 则气体温度与压强之间有确定的寒入关系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温度是压强和体积的函数 过了几十年 盖里萨克又得到一个另外一个定律 若保持气体压强不变 则气体温度与体积之间有确定的寒入关系 这都是一个经验的温度温标的定义 那么就这么定的 对吧 那么第三个的话 是波伊尔定律 若保持气体的温度不变 则气体压强与体积之间有确定的寒入关系 那么再具体一点就可以写成PV等于C 这个CT 这个C是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这三个定律实际上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假设 因为我们想象我们所说的热力学系统里面有这么多个粒子 那么它在宏观上表现出这个宏观参量 那么这个宏观参量之间它只有非常简单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单元系统中 就是说你这个系统里面只有一种粒子 然后这个粒子数定了以后 那么温度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关系也就定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温度压力体积这三个变量 只有两个是独立的 第三个是不独立的 那么它的关系是用这种三种形式来表示 那么当然你可以写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如果粒子数一定没有外场 就比如说重力场 电子场等等 在没有这些情况下 对于一个单元系统 那么它一定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这些关系说明什么 就是说在热力学平衡态的情况下 单元系统在没有外场的情况下 温度压力体积只有两个是独立变量 一旦其中两个定了 第三个自然就定了 你想想在一个很多粒子的系统 你怎么就能 它的自由度数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你在宏观上表现起来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一个 所以状态方程是我们热力学 以至于统计物理的一个基本假设 这是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基础上 得出来的一个基本假设 你不能再往下追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 就是这个 那么这种东西 这个关系 这个波尔尔查理和盖里萨克 这三个人都是从 都是从这个气体的性质 来推导出来了 就是他是在建立在 这个研究气体的基础上的 但是后来发现就经验 后面的经验就表明 这个论断 就这个关系 同样是同一段元液体的固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三个变量 作为这个 在这个相空间中 作为三个轴 对吧 压力 莫尔体积 这有个M 就莫尔体积 温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相图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相图 那么 在一个热力学平衡态的时候 两个变量定了 第三个变量就 第三个就自然定了 那么在这个三维空间中 实际上稳定的状态 是一个面 而不是一个体积 对吧 就是说 这些带颜色的 这些面上 是这个物质的 这个稳定态 那么 这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关系来的 就是说 如果我定了温度和莫尔体积 它压力自然就定了 就是在热力学平衡态的时候 所以它不可能在这个相空间的任何位置 只能在这三个面上 然后这三个面比较难懂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做抛面 比如说 我固定温度 我就看这个莫尔体积和压力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几条线 这是高温下的情况 然后当温度降到这个红线的时候 就会出现 这有个小拐点 那么在这个TC以下的话 你会发现 你随着莫尔体积减小减小减小到这个横线中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状态是不稳定的 那么这个系统中 你就会发现 当你这个 你比如活塞压缩压到一定 压到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 就会发现出现水珠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一部分物质从气态变成液态 另一部分还保持在气态 这是气液共存态 那么在温度再低 还有这个气固共存的 那个这里就不化 这是刚才这个图的一个泡面 那么从另外一个泡面来看 就是我把这个莫尔体积固定 看温度和压力之间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气 这是液 这是固 然后这有一个项面 就是气和固之间叫收华 然后这个界面 液固之间 叫融化 然后呢 液气之间叫蒸发 那么这是这个三项点 你发现这个 为什么现在就是 在更 稍微深的层次 为什么把这个水的三项点 作为任何东西三项点 作为标准点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一个面 这是一个面 面的香蕉 要浇出一条线来 然后这一个面 再一浇 再一浇 浇出一点来 所以这个三项点 是没有自由度 它不会 它就在那一点上 它不会动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比如液固 这个 如果我的活塞 压缩压压 从这个末尔体积 压到这个 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方 在这个状态 我们说是不稳定的 这个稳定性 要到最后一章再讲 那么有多少物质 在液态 有多少物质 在机器态呢 那么是用这个 所谓杠杆原理 来计算的 那么杠杆原理很简单 就是说 把X1 就是X1是 比如说是液态的 这个末尔量 然后X2呢 是气态的末尔量 然后这个位置 离液态和离气态 都有一个距离 那么 这杠杆原理说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X1 看成是一个质量 然后这个VM这一点呢 就是我压到这儿 这一点呢 干成质点 然后这一段距离乘X1 等于这一段距离乘以2 你就把它算出来了 很好计算 对吧 很好证明 这就是一个二元气 一次方向组 你解出来以后 就得到这个 对吧 这是简单的一个计算 关于相变的事情 我们以后还要仔细地说 有一章要专门讲相变 这里面我们只是 提出相的概念 就是说 它这个宏观的量 温度压力 末尔体积 它只有两个独立参量 对吧 对于一个单元系统来讲 而且没有外场的情况下 咱们说得严格一点 它只有两个独立参量 那么两个独立参量 你就可以建出相图来 那么相图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